嗨 我们呢 为什么会决定要去买布拉格通行卡 是因为当时在机场的时候 马文就发现了这一张文宣 一查这个资料发现不得了 他连景点的门票 还有交通的费用都含挂在里面 而且呢 买的时间越久越划算 因为这次我们一开始来的时候 就先租车嘛 我们先往布拉格外围的城市 但他这个在机场就很方便 他有一个旅客服务中心 那里面呢 就有在介绍这样子的布拉格通行证 所以那时候就拿了一下文宣 然后在边开车 玩周围城市的时候 有稍微去了解一下这张卡的内容 因为我们是在布拉格 大概五天四夜 所以时间还蛮充裕的 所以我们就决定买了72小时的卡 那第一天呢 我们先做一下功课 因为其实他这个卡的景点 跟Google Map上面对不太起来 因为他有些是用捷克文 所以你必须要先 我们是花了大概半天时间做功课啦 如果因为你如果要每个点 就尽量能去多一点地方的话 你必须要先做功课 然后研究好路线 因为他这个可以去的点 洋洋洒洒的列出来 超过65个 这么多 对65个景点 那我们计划是72小时内 我们先走30个景点 我是还蛮有把握可以完成30个景点的 那至于有多的话呢 就是多赚啊 因为这种卡就是吃到饱的概念嘛 这个卡之后 如果在研究布拉格的这些景点啊 发现他的票 其实每一个都买蛮贵的哦 至少150捷克币 那差不多台币要200块左右 当然这一张卡也是不便宜啊 这个通行之后 我买72小时 3000捷克币 差不多要台币4000多块了哦 所以那时候就是觉得 犹豫一下 但是我们想说 我们在布拉格这么久的时间 5天4夜 好好的把这个布拉格景点 因为难得来一次嘛 全部把他走 能走的知名的 我们都把他走过一遍 对 那比较意外的 他那个旅客服务中心 那个服务小姐还蛮热心的 当你说要表明你的来之后 然后说要买之后 他还把所有的路线跟文宣 给你介绍一遍哦 像他还有 一开始说 我们比较惊讶的是 居然还有这个邮船的 包含在这个通行票里面 有45分钟的邮船 然后上面呢 你还可以选择你要喝啤酒啊 或者是一些饮料 都包含在这个上面 因为这一个 光这个邮船呢 就550 对 他最贵的那个行程呢 是550 然后跟马文刚刚说的 就是150起跳这样子 对 那还有包含这个 比较经典的复古列车 42号电车 那这个呢 光一日票也要350 捷克币啊 你可以先之前 先做一下功课 在下飞机的时候 如果要开始用 你就可以直接去旅客服务中心 跟柜台小姐讲 你要从几点中开始启用 然后他也会先帮你记录 在你的卡片里头 很方便 对 这个卡片开卡的这个流程 也是非常有趣哦 他并不是说像那个卡片 要去哪里激活 而是你要先跟那个旅客服务中心 预约 你什么时候要开始用这个72小时 对 72小时 像我们是昨天还车嘛 昨天买票 然后我们是预约 今天早上10点的开启 那我们10点呢 就预约了一个非常众名的景点 叫做克兰门特学院 那他有些比较热门的景点 因为他有这个导览啊 你必须先上 用寄Email 然后做预约的动作 那这一个那个服务小姐 有跟我们讲 所以我们昨天呢 买到票之后 回来做功课 然后顺便用电脑上网去预约了 克兰门特学院10点开始 意思就是说 我们10点 启用这个卡 我们马上就享受第一个景点了 对 好不多说了 我们差不多 现在差不多9点了 我们要出发了 去集合地了 我们刚刚坐22号 来到离布拉格城堡最近的一站 今天是我们使用布拉格通行镇第二天 对 我们要去冲景点了 出发 还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2223的地上火车站 那一过来呢 这里就到了布拉格城堡区 所以如果朋友要来布拉格这个城的话 就是想办法做到2223 你可以不用爬山 就开始走下坡 然后逛布拉格城堡区 这边有一只孔雀也不甘寂寞的打开他的漂亮的羽毛 在争奇斗艳 让人家吸引一些游客的关注 我们刚刚呢 就是从这个门这样进来 然后进来旁边这个 就是卖票的地方 那现在清晨时候 这个广场还没有很多人 我们前方的呢 就是圣维特祖教座堂 最多人参观的一个景点 所以越早来越好 这边有整个地区的地图 我们现在人在这边 他售票中心在这边 他票呢一次是450节隔壁 那你可以去 这个老皇宫 然后还有 3号 3号哪里 这里 圣乔治大教堂 还有圣维特大教堂 还有黄金像 都是一个套票 那你就这整个城区 你就可以走 他每个票是有效期限两天 但是你每个地方 只能进去一次 9点我们票到手了 但是你看这个广场 满满的都是团客 来 来 你去啦 你去啦 收拾一下 在這個主教座堂旁邊就是老皇宮 舊皇宮我們要進去參觀一下 舊皇宮展示的是以前波西米亞王國跟哈布斯王朝時代的皇宮 隆重氣派但是簡樸 要當國王的三大要素 拳杖皇冠跟拳絲球都在這邊了 舊皇宮出口一出來就看到這個了 聖喬治大殿 這個票是通票啊你要留著 然後可以參觀四個 一進來就刷票進場 聖喬治大殿 看一下他的壁畫還不錯 推偷一看的樣子 有座位休息區 來聖喬治就是屠龍啊 有沒有看到有屠龍的標誌 就是聖喬治的代表 看一下牆壁上面破碎但是精美的壁畫 下一個景點黃金小巷 Goldenland 哇這整條巷子門口就要刷門票才能進去 因為這條巷子是裡面以前很多至金師的地方 都在這邊想要點石塵金 所以有這條黃金巷子層 非常熱鬧的一條巷子 那這裡就是一間一間房子 有一些老東東可以看啊 一些介紹跟老東西 一些老的家具 還有裝潢裝飾 看看好東東啊 這裡面瀰漫著一股老老的氣味 整個人說這裡的東西都非常的酷 很像停留在這個兩百三百年前一樣 哇這邊有一個好大的鼓風扇喔 他們在這邊不知道在做什麼實驗 非常的古老 這裡還有一間行球室 裡面很多酷刑的一些工具 相當有意思喔 這個丁椅看起來好威喔 明信片就是這個角度喔 這邊有一間人肉烘烤室 就是把人綁在上面呢 那底下可能生火吧 就變成跑魯人斷頭工具 這個是五馬分屍工具 把人綁在上面 然後慢慢捲慢慢捲 你身體就會拉拉拉長拉長拉長 然後你什麼都會說了 這個人形箱很有趣耶 裡面啊充滿釘子 所以你啊 什麼東西不想說的話 你就慢慢慢慢幫你綁緊 你就被那個釘子吃到了 你就什麼都說了 黃金巷出口正對面 洛克維茲宮 走 下一個景點 洛克維茲宮這個是私人的產業喔 聽說現在還是有貴族住在上面 它裡面有很多音樂家的館場跟收藏 可以進去工人家參觀 我們來看一下捷克貴族住的怎麼樣 門口就有提到是700年的家族 這個洛克維茲宮裡面 展出他們家庭的自花香跟收藏 那最有價值我反而是覺得 最後一站就是這個觀景台 你可以享受人比較少人的這個布拉格城市的風光 這邊可以好好停留一下 而且它是在相對高處 這一般沒有買票的人 是進不來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可以俯瞰整個布拉格城區 當我們放眼未來 可以看到布拉格這個誕生於 一千多年前的古老城市 繼續向四方伸展 我們可以看到在遠方 這個現代化城市中一座座鋼鐵和玻璃建造的樓房拔地而起 我們相信 無論利布舍心中光芒萬丈的城市 還是查理四世心中開化的城市 到那時都已成為現實 似乎布拉格就是捷克精神的見證 它的塔尖就如同人類向往美好的追求 有時候選擇的麥當勞都會喜歡點它的兒童餐 因為都有不同的玩具跟驚喜 那我點的這個兒童套餐呢 它有一個即時漢堡 然後一份沙拉 那再來還有水跟玩具 一份這樣子大概是捷克幣115 那我們來看看它裡面的餐點的容量 這是沙拉 不錯喔 蠻好的耶 還有一些醬料可以選 優格醬耶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 它的玩具好像是三粒歐西粒 但是它很像有跟另外一個主題有聯名 對啊這個盒子都很可愛 HELLO KEEGY的 看看我們拿到了什麼 叮叮 我們現在換到布拉格近郊的飯店 叫Stage Hotel 那這個呢也是萬豪體系的 這邊做大眾交通工具也可以直接到 比較知名的景點還算方便 今天開箱一下我們的房間 在五樓 一進來 一進來 右手邊是一個開放式的衣櫥 這邊洗手間 淋浴間 馬桶 這旁邊掛衣服的還蠻有衣術的 這應該是掛衣服兼這個電暖器 再往前走 旁邊 mini bar 看一下有沒有冰箱 打開來 保險箱冰箱 冰箱空的給你自己冰東西 那接下來看過來是床的部分 雙人床 那這邊看過去是電視機 小沙發 還有一個書桌 那書桌他已經有準備好 迎冰小點給我們 還有一瓶礦泉水 我們這邊看過來的狀況是這樣子 房間還蠻大的 而且他的設計還蠻有時尚感的 看這個燈 很像探照燈一樣 窗外 就是體育場 這邊如果體育場辦活動的話 這邊房間一味難求 現在是沒有辦活動 所以價格一晚不到2000台幣 所以算是非常划算的價格 這邊搭電車到布拉格 其實蠻近的 電視旁邊有一個蠻厲害的這個音箱 這可以跟你接藍牙 還有你可以外接你的音源 衣櫃 衣架 燙衣板 運動 啥可 temper覆RI 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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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